同样是纪年,也是农历年 12年前,2005年,和一般老师到了土耳其短圈 第一次来到土耳其,想不到迎接我们的景色漫天飞雪 早上林修时和大家一起唱我在03年非典时期写的诗歌 《我与你共往》 在土耳其没有看到鹰,却看到了许多海鸥 古都利斯坦布尔的街上人头涌涌 难得看到华人,这位女士立刻拉着我们诉说她的故事 我们当然不会放过传福音的机会 立刻邀请她到教会聚会 在农业新年和其他同乡聚一聚,节节相仇 聚会中出了私情,献唱,也分享了诗篇23天 大谈怎样可以变成祖的小肥羊 第二天一早便来到了我们另外一个施工工厂 破级宣教室子弟学校 学校的前世很破裸,从今后新校舍共有五层 学校希望能为祖培养出未来的传道人 宣教室 看到了墙上的手印 校长为我们解释 校长带我们参观刚装修好的图书馆 一位队员忍不住问她 学生为了我们将要举办的中国文化周 画了不少宣传海报 我们当然也要帮忙布置一番 作为老师,当然得进课室教学 出界面,先让他们感受一下中文字的魅力 最直接的莫过于用自己的名字做示范 然后,当然是古今中外的广受学生欢迎的游戏环节 另外,和老公一起教大家中国功夫 因为没有时间拍摄 当时的情况大家就只好想象了 功夫的确值得一学 在文化交流时真的很有用 同一年在巴黎读法文 也和学校的师生分享了中国功夫 同一年暑假 还和一群中学生到了日本短宣 可能是女校的关系吧 无论我怎样教 他们的动作还是那么温柔优美 展示出来的似乎是舞蹈 更多于是舞蹈 去过法国和日本后 该回土耳其了 除了学功夫 穿上中国服装拍照也是很受欢迎的活动 看,我们连尸头也带了来 因为大学 导致学校停课 原定的中国文化粥变成了中国文化日 但却无阻我们事奉的决心和热忱 大和哨当然得在伊斯坦布尔的低标前拍摄 看,雪还是下个不停 我们是一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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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